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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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时感觉到队员都很热情地去跟一些街坊去分享 那他们就信了耶稣 那我就觉得 那我就觉得 我一定做不到 我也不晓得跟他们说什么 甚至乎有一次 我的组长叫我跟他另外一个组员 去探访他的家人 在医院里面 在医院里面 我去到医院的时候 我去到医院里面 竟然那个家人说 我不欢迎你来探访 今儿那个家人说我拒绝你们来探访 我当时就在想 我那时候就在想 这样被拒绝都不知道怎么办 那这样被拒绝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跟着我自己就跟我自己说 然后我自己跟我自己说 全福音的东西不适合我 全福音的不适合我 我亦没有这个恩赐 我也没有这个恩赐 但是因为我的组长 但是因着我的组长 还有李恩牧师 还有李恩牧师 非常之热爱灵魂 非常热爱灵魂 以前他们常常在办报道会 以前他们常常办报道会 办退休会 办退休会 都会传福音 一样都是传福音 甚至乎我都不明白的 连搭的士 甚至我也不明白 坐出租车 他们都要传福音 他们也要传福音 我以前就在想 我以前就在想 搭的士当然是听歌的 坐出租车当然是听歌 你们做什么 不停跟司机说话 你们干嘛一直跟司机讲话 我经常都不明白 我常常不明白 但有一次我问凤儿牧师 但有一次我问凤儿牧师 组长 为什么你这么喜欢传福音 组长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传福音 他就告诉我 有一份科学报告 有一份科学报告 在这个世界里面 在这个世界里面 每一分钟 每一分钟 有1.8个人会离开世界 有1.8个人会离开世界 换言之即是每分钟 换儿子也就是一分钟 有106个人离开世界 有106个人离开世界 当时他就说 当时他就说 这106个人 你知不知道他们 每一个人认不认识耶稣 你知不知道这106个人当中 有多少人是信耶稣的 我说我不知道 我说我不知道 所以他说他要遗着 拯救这些灵魂 所以他说他要为了拯救灵魂 他就要去传福音 他就要去传福音 有一次他带了我去一间医院的里面 为一个癌症病人灑水 有一次他带我去医院 为一个癌症病人去灑水 这个病人 医生说只有30天的命 这个医生说这个病人只有30天的命 当我们为他灑水完之后 当我们为他灑水完之后 他就第一句说 他第一句就说 感谢神 我终于信了耶稣 我终于信了耶稣 我一定要好回 我一定要恢复好 我要来到这个施恩座的里面 我就要来到施恩座的里面 我要去讲见证 我要去讲见证 我要将荣耀归给神 我要将荣耀归给神 我当时听到我感动 当时我听了非常的感动 因为我没有想过一个随死的人 因为我没有想过一个随死的人 他会想到来到施恩座讲见证 他会想到他要来施恩座讲见证 其实最终他真的离开了世界 最终他当然离开了世界 但我知道他回了天家 但是我知道他回了天家 因为这份这么特别的经历 因为这份特别的经历 所以我知道我都要去传福音 所以我知道我就要去传福音 所以我就开始去学 所以我开始去学 在我自己小组里面 在我小组里面 无论是小组有人生日 无论是小组员的生日 或者是去办一些BBQ的传福音活动 或者去办一些BBQ的传福音活动 我每一次每一次每一个 每一样的活动我都去办 我每一个活动我都去办 甚至乎有一次组员的BB白日宴 甚至有一次我的组员 她的BB的白日宴 我说你邀请我来都可以 我说你邀请我也可以 你可不可以给我30分钟 你可不可以给我30分钟 我要传福音 我要传福音 连酒楼的侍应 跟酒楼的侍应 去到问我 他也问我 你可不可以帮我缺词 我都很想认识你的耶稣 我也很想认识你的耶稣 我都在全湾的酒楼做事 我也在全湾的酒楼做事 我来611很近的 过来611很近的 所以我很被激励 所以我很被激励 不单止是这样 由小到大 从小到大 我爸爸都跟我说 我爸爸常常跟我说 你不要跟我传福音 你不要跟我传福音 我经历过日本人打仗 我经历了日本打仗 我无神论 我无神论 但是我就不理了 但我不理 我就日日去为他祷告 我日日为他祷告 在两年前 在两年前 他在家里跌倒了 家里一个人都没有 家里一个人也没有 我爸爸八十几岁 我爸爸已经八十几岁 他心里面就想 今次死了 他心中在想 我这次死定了 但他突然想到 他突然想到 好像有个耶稣 耶稣你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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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救我我就相信你 你救我我就相信你 就是这样我爸爸就信了耶稣 就这样我爸爸就信了耶稣 这个是我没想过的 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 当我愿意去传福音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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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家人都能够信主 我的家人就能够信耶稣 在上周四 在上周四 我奶奶生日 我的婆婆生日 当我们去到酒楼的时候 当我们去到酒楼的时候 我的二嫂就过来跟我 跟我的女儿说 我的二嫂就跟我女儿说 她叫我的女儿子音 她叫我的女儿子音 子音你知不知道 二伯娘病了 子音你知不知道二伯娘病了 我知道我听人说 好像有一个耶稣 我听人讲好像有个耶稣 你们可不可以 去叫耶稣去医治我 你们可不可以叫耶稣来医治我 就是因为这样 就是因为这样 星期六就第一次去做化疗 他周六第一次去做化疗 他和我的二哥就信了耶稣 他跟我二哥一起信了耶稣 他跟我说 他跟我说 他们一贯以来都是拜偶像的 他们一贯都玩神打的 他们一直玩神打的 但他们说你的耶稣让我很平安 但是你的耶稣让我很平安 所以我不知道 所以我知道 好多人需要福音 好多人需要福音 无论在我们体系里面 无论在我的体系 在我的家庭里面 我都知道耶稣是真的 我都知道耶稣是真的 所以非常感谢神 所以非常感谢神 可以用一个这么冷漠的人 可以用这样一个冷漠的人 可以用一个不喜欢拥抱的人 可以用一个不喜欢拥抱的人 我愿将一切的荣耀 我愿意将一切的荣耀 中赞归给我的天上的阿爸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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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真的 我愿意 我愿意 感谢观看